这个狗狗可太吓人了 只因超人睡觉没穿内裤 直接狗全猛作他的脑袋 狗屁股猛作他的领带 看超人也是扛揍 直接咬住裤腿 给他来了个自由落体 但毕竟是超人的狗 在面对劫匪时 也会凶悍地举起卡车 配合超人阻止犯罪 甚至为了救人都能把身体当铁鬼用 这天 看见一个陨石飞向城市 竟又是光头想用克星石获得超能力 却没想到超人来得如此快 他只好将巨型克星石砸向地面 但超狗竟直接叼住 眼看超人要将克星石扔向宇宙 光头射出黑科技控住超人 可海王及时接住了克星石 正义联盟赶到救下超人 绿灯侠一炮解决光头助理 但光头还不服输 穿上了价值百亿的装甲 对着克星石就是一炮 想要抢夺击落的碎片 可闪电侠却先太一步 带走了克星石碎片 光头直接发射机械拳头 依靠超远射程抢下一款 就在他以为自己能获得超能力时 没想到克星石竟毫无作用 还被蝙蝠侠一拳干翻 正义联盟以为完成了任务 却没意识到危机还没解除 独鼠陆路掌握了光头的技术 在宠物收养所打造新设备 正在吸回克星石碎片 并研究出这种碎片指对动物有用 他因此获得了超能力 要继续实现光头的野心